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故宫博物院五音殿 一场名为两主与古代中国的文物展览正在展出 由全国九个省市十七家文博单位精心挑选的二百六十件广层珍品悉数亮相 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两主文化时期到明清时期 贯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 两主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 距今五千三百到四千年 历史有生 文物无言 这一件件件穿越时空 静置眼前的精美文物 无疑是两主文化辉煌成就的物化表现 在众多堪称国宝的文物中 有一件用整根象牙铺模制成的权杖 尤为引人注目 其工艺水平之高 造型之精美 不仅在我国同时期文物中极为罕见 而且在两主文化中 权杖更是王权的象征 令参观者感到意外的是 这件珍贵的象牙权杖并非出土于两主古城遗址 而是去之一百千米外 位于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 那么 出土象牙权杖的福泉山遗址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福泉山遗址背后 福泉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中心 举清光绪青浦县制记载 福泉山在干山北 下街黄土龙然而起 仅十余亩 带鼓未熄攘也 初音行似覆船 后已景泉甘美 以金鸣 历经长期的海路变迁 如今的福泉山高7.5米 东西长94米 南北宽84米 然而 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 完整地保留了五千多年赤青 各个时期叠压的文化层 成为考古学家心目中的中国土建金字塔 由古上海的历史年表之称 更为重要的是 考古人员发现 福泉山及其周边 是一处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古文化遗址 对于福泉山遗址 它本身地位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发掘过程中 已经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 它现在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且它现在也是被列为了 国家十二五期间的 叫150座大遗址之一 这也是我们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处 国家级的这种大遗址 所以它整个遗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上是福泉山遗址在我们研究 整个两种化的过程中 从它的研究史和它本身的地位来讲的话 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福泉山遗址发现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1977年八月的一天 上海市文保部门接到消息 当地人在福泉山东侧的农田 挖到树建陶器 右色发黑造型古朴 经专家鉴定 这些陶器为五千多年前 两种文化时期的陶冠和陶虎 上海市福泉山遗址的发现比较早 在六十年代的话 因为当地的可能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陶片 然后当时候我们上海地区的考古工作者 根据这些线索确认了福泉山遗址 八月的上海 刚刚走出梅雨季节 却又迎来一场青铬大雨 就在考古队员担心 发觉就此戛然而止时 这场大雨却为他们送去了一份厚礼 一座陈峰五千多年的地下宝库被打开 考古队员将采集到的玉壁残片进行拼接 最终复原出完整的梁刷大玉壁 以及一件件精美文物 玉壁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或许会有高等级的墓葬 上海地区属于平原地区 高出地表的土坡 往往与人工堆积营造有关 那么福泉山土墩里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考古人员决定从这里入手发掘 上海地区的话也开始逐步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梁祖时期的一些大型墓葬 因为这代表当时候身份等级的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象征 所以在80年代的话 我们考古学者的话 把它视线就聚焦在我们福泉山这样一个地点 84和86年两次的那种相对比较大的规模的这样一个发掘之后 才确认了福泉山这个地点的话 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两种文化的权贵墓地 与当时同时期的北方和中原地区的墓葬形式不同 高台墓地以高大的土墩为特征 高台墓地的确认让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 因为规模如此大的高台墓地 在其他地方也并不多见 专家们认为 现今存在的高台墓地 远远没有达到其最初的规模 我们称之为福泉山 实际上它其实现在看的话 就是一个长满着茂密树木的这样一个小山坡 在我们考古工作80年代之前 大家都认为这个小山坡是自然形成的 实际上经过考古发现 我们发现它是两柱的时候 就由人工堆柱而成 而且是高度肯定是远远高于当时记录的九米的 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证明 福泉山是一处人工堆柱而成的高台墓地 其中发现的两种文化贵族墓葬尤为珍贵 供出土玉器 石器 陶器等各类文物达两千八百余件 有象征神权的神人寿面文玉丛玉壁 象征王权的玉岳权杖 和各类精美的玉制装饰品 M139号大墓就是一处两主时期高等级墓葬 墓主人为成年男子 养身迟迟葬 口含马脑含 身上放置有两行象征权力的十二届石月以及锥刑器 周身伴有丰厚的殉葬品 在木坑的东北外角上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另一具人 经鉴定为青年女性 屈身 屈首 屈足 壮似跪姿倒下 在骨架背后还有一口祭祀用的大口陶钢 经研究后考古队员推测 这可能与殉葬或祭祀形的亦关 隋葬我们当时候可能在一般平民墓葬里面 不会发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器物 比如玉器 陶器等等 可能包括玉制的很多高等级的这种装饰品 像这个可能像玉锥刑器 这是在一般等级墓葬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考古人员在福泉山及其周边 清理出十九座松泽文化墓 三十座梁祖文化墓 四座战国墓 九十六座西汉墓 以及唐宋墓各一座 出土文物两千八百多件 除大量梁祖石器文物外 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清育双尾龙文壁 西汉的圆形实验等珍稀文物 更为重要的是 福泉山墓地的发现 以及其特有的堆住方式 为寻找研究两组文化墓地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因为当时候我们发现之后 就知道这平地上起坡的这种高地 较山的这些地方 很可能就是早期的 梁祖文化墓地所在地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的指导的话 可能有我们很多其他地方 也逐渐发现了更多的 关于梁祖文化时期的这种 大型的这种权贵目的 1986年 考古人员在梁祖遗址的 渔航返山 发现了一处高出地表4米 东西长90米 南北宽30米的土铺 考古人员找到了11座墓葬 包括玉 石 陶 象牙 剑玉 漆器等1200余件的陪葬品 玉丛王 玉岳王 便出土于返山墓地12号墓葬 返山墓地成为两主遗址 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经勘探 考古人员基本摸清了 浮泉山遗址的范围 大体分布在重固镇西部 以浮泉山土墩为中心 向周围扩散 总面积达百万平方米 结合出土遗物和遗迹 考古人员推断 浮泉山遗址所在的区域 很可能是当时上海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2001年6月25日 浮泉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考古队员对浮泉山遗址 探索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80年代发掘的那种 梁祖文化的那种权贵墓葬 浮泉山遗址肯定是我们上海地区 史前文化的一个中心 那作为一个中心的一个聚落来讲 它的聚落结构是怎么样的 上市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所以我们在2007年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考古的手段 能去通过考古勘探 考古发掘 然后去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聚落的 这样一个特征 2007年末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 开始有计划地对浮泉山遗址 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视觉工作 2009年9月 考古队员在位于浮泉山土墩 以北250米的回龙村吴家厂 发现了重要线索 周围的话 除了浮泉山这个地点以外 在浮泉山遗址的周围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迹 但这个遗迹是什么样一个性质 我们实际上是不太了解的 从2008年开始 我们又进行了一些小型的发掘 通过一些探沟和一些走访调查 以及一些勘探后面来说 其实选定的第一个发掘地点 就是吴家厂墓地 随着一条条探沟打下 很快考古队员的猜测得到了印证 也是比较幸运 通过探沟的这个北壁 我们就是刮出了一颗玉珠 然后通过对这个探沟的 这个探沟的这个探沟平面的 抛面的这样的一个解抛 和仔细的认定 我们认为在这个探沟的北面 应该是有一座墓葬的 而且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墓葬的 一个存在的 除了最先出土的文物外 墓葬内还发现了大量的玉丛 玉玉 锥形器等 其中最长的锥形器为40厘米 上面刻有极其精美的神像纹 实属罕见 从出土文物分析 考古队员判断 吴家厂墓地和福泉山遗址的 主体年代相符 同属两主文化时期 但是让人疑惑的是 和福泉山的土墩不同 眼前的吴家厂已经是一块平地 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吴家厂这个墓地 它和四周的这个平面 相差这个水平平面 相差距离其实不大 几乎是成一个平面 那么这里会是一处高台墓地吗 如果考古队员的判断正确 那些之前平地上堆建的高大土丘 又去了哪里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考古队决定立刻展开考古发掘工作 正在发掘的是编号为M207的墓葬 由于上海地区土壤保水量比较大 如果使用常规的发掘手段 会难以看清土壁颜色 遗漏掉重要的历史信息 因此考古队员采用了四分之一的发掘方法 把整个探方划分为四个区域 分开发掘 T的遗迹划分为四分 我们可以选取其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四分之一 开始清理 这个方法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在于控制清理遗迹时候的这个深度 遗迹深度以及一些细微的遗迹分层的这个迹象 判断它是否有文化层的分层 或者说是堆积的分层 底部和上部有一些区别 这种解剖方法 既可以更好地控制发掘的深度 同时保留的剖面 又可以为考古队员提供更精确的发掘信息 不会错过一些微小的细节 传统意义上的地层的这个堆积状态 也就是层层向下 越往上的地层呢 年代越晚 而越往下的地层呢 年代相对就越早一些 但是呢 福泉山的这个墓地也好 或者说是吴家厂墓地也好 上部的地层的年代器物 反而是早于下部年代的地层器物的 实际上这种现象 根据后面的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实际上当时的考古学者就把它推着 他实际上是把周围的 这个生活的地层的土堆住到了这个山坡上 形成了这种地层道指的现象 这也为研究当时两种文化墓地的一个堆住过程 提供了非常直接的这样一个线索 所以有的考古学家就把我们这个福泉山 这样的一个代表的这种两种文化堆住的这样一个形式 称为土著金字塔 颠倒的土壤年代 正是人为修建高台墓地的一大特点 福泉山遗址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一方 有黄鹤 灰鹤 灰蓝 青灰 黄土等五色土层的文化叠压遗存 这样完整的古文化土层堆积 是田野考古不可多得的土层遗留 我们经过这个地底的这个勘探之后呢 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残存的这个堆坡的 它的落差高度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才由此判断 它是一个当时就是由低地的这个沼泽地 向上堆住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的土台 高台墓地的确认 让考古队员对吴家厂接下来的发掘充满期待 木葬的主人是谁 又会有哪些发泄 考古队员开始了下一步的发掘 这是一堆动物的骨骼 细小的竹镊子在考古队员手中 如同外科手术刀一般精准且小心翼翼 将骨骼周围的泥土剥离 最后经考古队员确认了 这是狗的骨头 在M207号大墓 考古队员共发现了六具狗的骨骼 分别位于木坑的西 北和东侧 有的葬在棺木之上 有的葬于棺木的外侧 虽然在此前发掘的两组文化墓葬中 也曾发现多条殉葬狗的势力 但是一次殉葬六条狗 这在梁主文化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 考古队员推测 这可能也是当时牧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 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而且往常的话 我们能够发现两组人的墓葬 它有陪葬狗的迹象 那往往就是一条或者两条 那像这么规格的大墓 它的关外随葬了六条狗 可见其实这个墓主的身份等级 它是非常尊贵的 拥有罕见的六只狗殉葬 墓葬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身份 M207位于吴家厂墓地东北角 是一处数学土坑墓 宽约2米 长约4米 深约0.9米 墓葬规模大 墓葬形质比较清晰 在墓坑的西壁上 甚至可以观察到 4000多年前留下的使用工具的痕迹 墓坑内有棺 但由于长期埋葬在地下 棺木已被腐蚀 但仍能分辨出棺盖 棺底的板挥痕迹 在发现狗的骨骼后 考古队员很快在棺内 找到了墓主人的尸骨 墓主头像难 但其他骨骼的位置却比较凌乱 而且棺内只有头骨和四只骨 如此重要的一座墓葬 为何墓主人的尸骨会如此凌乱 其他的骨骼又去了哪里 这个腿骨啊 大腿骨啊 它是这个侧翻的 并且呢 腿骨是筋骨之类的骨骼呢 它是由人为摆放 二次摆放上去的 而非是自然的一种 就是养身直肢 或者侧身趋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由此推测呢 首先是一个骨骼不全 第二个呢 就是骨骼的这个摆放是 明显是经过一种人为的摆放 是一种不自然的摆放 所以由此推断 它是应该是一个二次葬 经过近十天的清理 对M207的发掘 到达了木坑底部 随葬品逐渐显露 大量的淘气 玉气 破土而出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 在墓葬的东西两侧 两根狭长的带状遗迹 吸引了现场考古队员的注意 很长的你看 长 这么大你看 太蓝青哦 这个人喜欢骨头 这点还好 这点这点 看得一点 泥土中隐隐露出的白色残片 在阳光下显得尤其耀眼 白色残片是象牙器的一部分 表面雕刻有细腻的纹饰 考古队员仔细分辨周围的泥土 它慢慢露出了真如 这是一根由象牙雕刻成的权杖 两种文化距今已有四千五百多年 因为年代久远 埋葬环境差 所以在以往两种文化墓葬中 很少发现保存较好的有机制文物 这柄象牙权杖被发现时 已经残破不全 表面和内部 均被潮湿泥土所渗透 难以分离 并与其他文物交错叠压 表面看上去完整 但其实早已脆弱不堪 处之极可能粉碎 发现象牙权杖 让现场所有考古队员激动不一 但是难题也随之而来 面对如此珍贵却易碎的文物 如何妥善处置 才能最大限度将其保存 并进行研究呢 当揭开表土的这个一瞬间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个象牙权杖的队部 刻满了精细的这个文士 当时我们是非常兴奋的 但是呢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脆弱的有机制的文物 你可以肉眼可见 它在几个小时之内 慢慢慢慢 它就不如刚出土的时候 它的色泽那么新鲜了 马上定下了一个室内考古 实验室考古的这样一个方案 谨慎是考古工作中的一大守则 这是对待历史该有的前程 为了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考古队员决定采取套箱整取的方式 套箱整取就是将木丧整体 从野外迁移到室内 然后根据文物的保存现状 单独进行提取 边清理边加固 这是我国首次 在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实践中 采用实验室考古的方法 最终 这些珍贵的文物 安全抵达了上海博物馆 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因为上海的冬天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一般在晚上会结冰 第二天太阳一出到中午会化洞 有机制文物或者一般的文物 它最怕的就是一个上洞解洞 反复的过程 对文物的损害会非常的大 而且有机制文物的保护 对考古界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2011年1月 M207表层文物清理完毕 实验室考古 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说 实验室考古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可以控制你 比如说墓葬 或者那种重要的遗迹的单体的 它的湿度跟温度 做到一个有效的可控 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 它就是可以把我们发掘 或者说保护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延长 实验室中 原本脆弱易碎的文物 逐渐展露真容 这是一柄出土于M207的象牙权杖 经过修复后 权杖长约一米 主体表面以潜浮雕的方式 装饰有十足神像寿面纹 主题文式外 以细密的云雷纹做底纹 权杖下端为突出的笋状结构 可以插入对部 对部呈椭圆形 主题文式为两对鸟纹和寿面纹 神人寿面纹 是两主文化重要玉器的典型文式 只有在两主的少量玉丛玉月上 才有完整的图案 神人文头戴宽大的羽观 梯形脸 小眼睛 瘦面纹为大眼睛 宽鼻翼 大嘴巴 口内有獠牙 这类神人寿面纹 与当时的先民 崇拜的图腾信仰有关 而鸟纹则是长江流域 常见的艺术形象 这一类器物的话 以往在两主文化里面 没有被完整地被发现过 所以它为我们了解 当时的礼仪制度 就提供了一张一个新的证据 因为我们现在了解了两主文化 它是一个玉器非常发达的文化 但实际上我们想 发现了象牙全当之后 我就提出来 商势在这种玉器的材质之外 还有一些珍贵的这种材质 特别像象牙这一类东西 也是作为他们当时 礼仪性的用具之一 只是因为像象牙器 它是属于有机制文物 它的保护环境各方面不是特别好 能够被保存下来的非常少 所以我们这样就更显出 我们在福建栈一指 吴家坛目的 发现这两件象牙全当的重要性 象牙全杖上雕刻 神人寿命文与鸟文 体现了当时先民 对于这类器物的崇拜 权杖在两主文化中 更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那么M207的牧主人 左右各有一根象牙全杖陪葬 它到底有着怎样显赫的地位 象牙全杖这一类的文物 重要的大型礼器 如此珍惜的礼器 它一次随葬了两件 全国梁祖晚期的发现当中 到目前为止 身份等级相对是很高的 一位氏族首领也好 或者说是宗教领袖也好 它的身份等级是非常非常高的 又是一处梁祖时期的 高等级权贵墓葬 同样的规模大等级高 吴家长墓地 和250米外的浮泉山土墩 有着什么联系 古人为何在如此近的地方 耗费人力物力修建两处墓地 而这个墓地之间 它有早晚的关系 有的是相互交错的关系 所以它也反映了权力 在不同权力集团之间 互相传递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跟我们后世所了解的 这种权力的世袭传递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这可能在王权世袭传递之前 一个比较常见的 当时比较早期的权力的 这种可能传递的这样一个模式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吴家长墓地 没有发掘结束 所以我们没办法 给他一个精确的判断 但它两者之间是有交错的 就是一会儿 某一个人情掌握权力 所以他的墓葬的等级就很高 因为他代表了 最高等级的人的身份 然后过了十年二十年 是另外一群人掌握了一些权力 所以他的墓葬的等级又高 就是不断地这样一个 平行使用这样一个过程 吴家长墓葬 是福泉山遗址 另一个重要的权贵墓地 墓葬随葬品等级之高 出土器物之精美 再次充分说明 福泉山遗址 是上海地区 两主文化时期 最重要的遗址 是两主文化晚期 重要的政治中心 整个两主文化的话 实际上它的范围很大 但是作为一个政体来讲的话 它不仅仅有我们最高等级 这种聚落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自动性的聚落 然后来共同构成了 社会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 那福泉山遗址 至少在当时候 作为一个区域的一个政权中心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它在某一个时候 甚至在两主 在逐渐衰落的过程中 它可能发挥了 更为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这样一个作用的话 到底是怎样体现的 或者在整个这个社会结构里面 发挥了怎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进一步研究去确证 但是无疑 它至少对我们上海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福泉山遗址 就是我们上海地区最重要的 史前时期的一个聚落的中心 出于保护的需要 目前无家厂墓地已经回田 但是福泉山遗址的发掘工作 仍在继续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 福泉山遗址神秘的面纱 将被逐步揭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